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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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南国籍 很多姐妹是无法恢复自己的国籍 一樣她没有办法恢复国籍 她一直留在这里没有工作 所以我们应该要去思考说 我们要怎样子对于国籍 像SIDO我们也是签约了 我们应该要去思考说 双重国籍这件事情 她不用放弃国籍她也可以拿到 当然不要害怕我们当台湾的总统 因为总统有法律的规定 不能双重国籍 另外一个现在满意久的国籍有很多的争议 其实我们也没有那个能力要去当总统 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 我们应该要郑送去做思考 本来要当政府机关的官员 她有规定 要当总统也有规定 要选举也有规定 不一定说今天我们只是要拿国籍这件事情 就把这些东西荒架在移民身上 如果今天我们要当总统 又怎么样欧巴马也是可以当美国的总统 所以如果今天她有这样一个能力的话 所以我们比较强烈的是说 今天她不用放弃国籍 她就可以有台湾国籍 我觉得是我们应该要更多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做思考 就是这个姐妹会有很多 所以我们希望说 Sidot不要是一个空和 所以我们应该要好好来沿泥这件事情 因为签那么多公约过之后 也没什么 对于我们就是一般人民有什么用呢 不用放在那里啦 就是拿着眼泥一下 这样谢谢 雅先刚提出了一些问题 像警方不明要如何定义 那就是以及 我国有限制收投国籍 然后要要求放弃外籍配偶的原因 我国籍 那会服务国籍又各国又有不一致 的一些困难 那就是 所以在这个 这个放弃国籍的这样的一个规定是否合理 那也待会晚一点 请这个行政部门回应 那我们接下来请 台湾关爱之家协会的研究员李嘉玲 主席 各位代表还有伙伴老师 还有在场就是关心无国籍议题的各位 大家好 我是关爱之家协会的研究员纪公官 我叫我嘉玲 叫我Charlie就可以 那关爱之家其实为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关爱之家是提供一线的收容 照顾服务给爱滋感染者 以及受到爱滋病 影响的成人以及孩童 那另外一个服务的面向 其实是回归到本身 回归到服务的精神以及本质 还有维护就是外国国籍的人的权力 基本人权 所以关爱之家也提供了短暂的中土之家的这个收容服务 给所谓的外籍落难人士 那这样的人口群当中 其他的问题或是他所面对到的处境就够复杂了 因为除了说他可能本身有自己的国籍 或是他正卡在意他到底要不要放弃国籍 或者是他在某个情况之下 他的孩子或是他自己本身面临到了所谓的无国籍的状态 也就是回归到这次研讨会的主要的议题上 那么讲到无国籍这件事情 其实应该说国籍这件事情我要做一个开头是 他其实牵制到议题真的很复杂 那通常在上课的时候如果讲到复杂 就是指这个老师或者这个帮外的同学就是不处理这件事情 他就会说这个非常的复杂 但是为什么他复杂 是因为他会牵到很多的 镶嵌到很多法律跟政治结构 而且在这个结构之下你会看到这个人 他非常的漂泊不定 而所有的不管是法律上 或者是我们对于他的歧视的眼光 是加注在这个个体身上 而没有看到这个个体所 c chain的这个社会脉络 那他这个牵制到的是国足疆界 我们自己对国足疆界的想象 劳资的关系 人口的流动的管制 以及医疗还有社福资源的分配 以及重新分配 我从关之下个案当中我先开一个头 就是我要先从外劳 所谓的外劳 但是我们也可以说他是所谓的移工 来看这个个案的case 然后再带入国籍的状态 这个要跟各位分享的是关家的一个案例 叫小雪 那我们通常会称为是案子 然后再来就是这个小雪 他本身是一个越南籍的老公 他持工作签证来台 那来台工作已经两年多了 但是呢其实他在他原先的第一份工作的工作场域是在工厂 而且那个工厂会非常无条件的一直将他在上夜班 那因此他其实身体有一点没办法复合 所以他这个案主也就是小雪 他渐渐觉得身体不适 加上薪水真的很低微 所以他最后呢就决定自行离开 这个所谓的看似我们看起来很简单 我就是老子不干了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人身上 就是说这个自行决定 这个主动权 根本就是他接下来 接下来会遇到的灾难的最原始 那他离开这第一份工作的时候 他就开始就是 开始躲躲藏人要打钩吗 什么他就在各个在台北各个餐厅工作 那富 但是因为他本身这样好像就是会被定为 他是一个逃跑的外劳 逃跑这个本身 可能大会老师有一些很精辟的见解 那因为他因为没有身份 所以当一些老板像案主 所处证件的时候 那案主就会立刻逃跑 到下一家餐厅去打工 然后就这样一直无限的循环 最后总之他被人家举报了 他被查获了 被移民署查获 那移民署在查获案主之后呢 就是老板就询问案主说 你到底有没有证件 那这个小雪就把他的假证件拿出来 因此被移民署发现 最后他小雪还多了一个罪名 叫做伟教文书 那前阵子移民署就透过 就是所谓的公开官方合法管道转借小雪到我们家 到团案之家 那可是因为小雪他必须需要被罚还15万元 那你也知道他就要必须再更加金 这怎么讲更加辛劳去打工 就是去还这个15万 好 到这边为止是案主 那现在我要讲的是 这个案主他 他有一个非婚的女儿 那这个女儿是因为这个案主他在台湾认识了 越南籍的案夫 生下了一名女婴 但因为两人是没有正式结婚的关系 所以案女目前也无法取得任何国籍 那案主小雪预计要把他的女儿带回到本国 就是越南去抚养 但是他就自由在台湾 因为他必须先把15万的罚还交完 那现在讲到这个案女的问题 就是这个女儿 他天生手上就有一个血管流 好 但是因为这个小孩目前就处在于无国籍状态 就是首先他的妈妈没有任何的婚姻关系 生下他 他妈妈还必须讲完法完 才可以回到他自己的祖国 这样子 那我们社通带这个案女去医院开刀的时候 多次呢 在打针或者是拿一些相关的一些包扎 整个医疗费用 其实是非常贵的 对 那再来就是 换句话说 就是说在这样无国籍状态 案女在台湾看诊 以及医疗的所有的费用 都非常昂贵 是以自费的状况 然后最后呢 法官还有一件事情就是 法官因为案女的关系 所以就让案主可以再延长一年 就是让他 就是给他一些缓冲的时间 但其实这样的缓冲的 这样的条件 并没有实质大幅度的改善 不管是案主本身的心态 他的精神 或是他的经济条件 设定位其实都并没有完全提升 那其实不管是在 官资家所 比较是本业的 我刚才讲到本业 像艾滋这一块 我们知道 人类领域缺乏病毒 揣染防治及感染者 权益保障条例 包括现在 官资家所参与 这样的国际法的 这样的一个修法领盟 就会知道说 错误 不要说错误的政策 政策跟法律上 这个结构面的缺失 其实他会让一线 一线在提供帮助的 所谓的社工 或者所谓的助人工作者 他会陷入到一个 所我们 我们自己家社工 需要别人来帮助 就是他 他会社工 会常会觉得他面临 他要帮助这些个案 不管这个个案 是艾滋难者 或者是外界罗难者 他更需要被帮助 因为他被这个结构所保 那所以会是希望说 在民间以及现在的官方代表 还有各位的与会的民众 就是说我们可以集结 互相沟通 做一个互相的信任 而且在这样的一个互动 跟沟通的过程当中 可以让我们的官方 更针对这样的法案 或针对这样的政策结构 去做一些修改 以至于有更多的社工人员 更多的像观音之家 还有其他的民间组织 可以更有效率的 去服务他们的个案 而不会觉得自己 常常是需要被帮助的人 从这个案例我们 就是首先他之前身为 所谓的持工作症的外籍劳工 然后后来这个离开他的工作 那其实这个 待会看是不是 请劳工部回应有关 那个就是外劳是否可以 自由转发部组的 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检讨 那是这个 后面他才会去买假证件 那他伪造文书是被判多久 家宁 伪造文书被判多久 没关系 反正就是可能会超过一年了吧 因为他是一颗罚金十五万元 我知道 我知道 我是说 呃 就是说 前面有这样的一个 就是这个小雪 这个这个 越南母亲 有这样的状况 那 越南女婴的这个 目前五国籍的这个状况 那想了解我们的这个 医疗体制有什么可能 协助的地方 那这个再请相关单位来做回应 那接下来 请 先请台湾人权出境会的邱伊林 好 各位大家好 是那个台湾人权的伊林 可以下一张吗 就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讨论就是 无国籍人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嘛 那 呃 我觉得我 我比较想要先回到 就是到底什么是 无国籍人的定义 这一点上面 因为其实过去我们在很多 跟官方的一些 不管是公听会 或是一些互动上面 呃 其实 呃 像我们的政府官员 其实并不承认我们 台湾有所谓的无国籍人这样子 那 下一点 就是其实根据那个联合国 那个难民署的统计呢 全世界现在大概有1200万的 无国籍的人 分布在全世界的各地 所以这台湾真的没有无国籍的人吗 那这个是之前的 有一位这个柬埔寨的难民 那他在越南已经有35年的 处于一个无国籍的状态 那他在2010年7月才拿到这个 越南的身份证 那他曾经说过 他说 他其实只有一个很小很小的希望 就是他希望他死的时候呢 可以有一个死亡的证明 来证明他曾经存在过 那所以其实无国籍人 他所面的处境就是说 他只是一个不被任何一个国家 所认定说他是他们那个国家的公民 那所以他甚至可能连他自己的存在 都是被这个世界所否定的 那到底什么样的人 叫做无国籍的人呢 其实根据1954年的联合国 就是关于无国籍人的那个公约 他的第一条 其实就有很明确的规定 可以看一下 这个公约其实在目前已经有79个国家 加入了就是签署或批准的这样的一个公约 那他的第一条的条文 其实就很明确的讲出所谓的无国籍人 他指的就是说任何一个国家 根据他自己那个国家的法律 都不承认这一个人是他们国家的国民的时候 那这样的一个人 我们就称他是一个没有国籍的人 也就是说他身上拿的那些护照 或者说那些文件可能是完全都是无效的 因为没有一个国家要承认他是他的公民 那我自己想要特别提出来的是说 除了无国籍人之外 事实上还有一种人 我们称之为难民 就是说他是受到他母国的迫害的 那他必须逃出他的国家 然后流亡到世界其他的特地 那这样的人其实也很容易会变成是没有无国籍的人 所以他既是无国籍 他又是一个难民 因为他可能已经藏心里不住 不住在他那个国家 然后他的那个政界也早就已经失效了 那为什么会有无国籍的人的产生呢 其实灵国国籍民署他们也有做了非常多的一些案例的研究跟分析 那他们认为说目前其实大概有几 比如说有一些可能是因为国家的分别 那再来就是可能是因为各个国家的国籍法的规定 很复杂 然后彼此之间有一些落差导致了一些状态 那就好像我们今天在讨论的刚刚我们 就是我们国家台湾的国籍法 我们规定说人家要先放弃他的愿入国的国籍 那可是其他的这个国家他可能他要等他放弃 可是他可能拿到台湾的国籍 他要想要再重新恢复他原来的国家国籍的时候 其实可能是不被允许的 因为他被质疑他的对这个国家的忠诚度等等的 所以这个东西就会制造出无国籍的人 那甚至是像刚刚关艾斯这样讲到的一些小孩子的个案 就是说移工的非婚生子的小孩 他可能是没有办法带回母国去做所谓的畜生登记的 那这样的小孩他没有办法登记他的国籍 或者是有一些国家他根本上就是去歧视一些 比如说外遇的妇女 我没有在说台湾 或者是说那个就是 对 或者是这个歧视一些种族 那他们就是不给这样的妇女或者是这些主群 给他们身份给他们国籍这样子 那当然国籍他会消失的方式 他这边有讲到说一个是就是自己去宣告说 我放弃我的国籍 那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说 台湾的国籍法要求 要求这些 不管是外国人或者是外籍配偶要来申请台湾的国籍的时候 必须要先去跟你自己的国家说我要宣告 我要放弃我的国籍 那再来有一些人他可能是被他们自己的国家剥夺 他的国籍 那有一些人他其实是因为长期在海外 所以他后来是他自动就是丧失了他的国籍 那台湾的国籍法的问题 刚刚其实几位那个NGO的伙伴都有讲到 我们的第九条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定 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先提出要丧失 你原来的母国的国籍的证明 你才可以来申请这个规划 那第三条刚刚也有讲到最重要的这一点 品性端正跟无犯罪记录这一条 就是我们认为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合理的条文 那这一条却是一个你决定说你到底会不会取得国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还有第十九条就是刚刚也有提告的 就是说五年之内就算你已经拿到中华民国的国籍 五年之内只要你发现你不符合刚刚的那些规定的 你都可以被撤销国籍 那这个是我们从官方的那边拿到的一个数据 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历年被规划被驳回的最主要数量最多的一个原因 其实就是所谓的不符合品性端正跟无犯罪记录的这一个原因 下一个 然后被撤销规划的呢 最多的其实也是品性不端正跟无犯罪记录的这一个主要原因 是做一次我们撤销人压的一个主要原因 那我们其实台群会我们也试着去查了一下其他国家法令 国籍法到底是什么在规定呢 真的有像台湾这么不可理吗 我们发现怎么好像蛮多英国啊加拿大甚至连中国 还有新加坡还下一页等等 美国啊澳洲 其实很多国家的国籍法 它并不会要求你一定要放弃哪个国籍 你才可以去申请规划成他们的国籍 因为有些国家它是可以承认双重国籍的 那当然有一些 就算它是坚持它要单一国籍好了 那它也是在取得这个他们自己国家的国籍之后 那它才会要放弃哪个国的国籍 那除了刚刚我们讲到的这些人呢 它会就是我们提到像这些外籍配偶 或者是这些移工的小孩 它会变成无国籍的人之外 我这边想要特别提到的是 就是有一些人它其实在目前台湾的移民法里面是直接被认定 它是无国籍人 那这个是所谓的 就是所谓的联网诈人 那他们这些人呢 其实我们的移民法的第16条 先回到上页好了 我应该有放调文 不过可能不在这页 就是移民法第16条 其实有一个条文 那有特别去规定说 泰米边境的无国籍人 还有这个流亡的藏人 他们来到台湾 如果他们是在2008年的年底之前入境的话 那它其实是可以 就是它可以循环到去取得台湾的这个居住的权利 可是它给了一个很明确的时间的限制 就是说你必须要在2008年的年底之前进入台湾的 那2008年之后进来台湾 其实它就不管你了 那这些人呢 就算这些藏人 他跟台湾人结婚了 那他组成了这样的一个家庭 他们却没有办法像一般正常的外景配偶一样 你可以拿到一个正常的外景配偶 应该要拿到的一个一清的居留签证 他拿到的其实一个60天的停留签证 那他最多只能够延长它半年 就是说他每半年必须要出境一次 那之前还过定说你必须 就是你从哪来的 你就是要出境去哪里 比如说你从异度来的 你就要回去异度 对 那这是非常花钱 而且是破坏人家的这个家庭的团聚权 而且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你拿的是 停留签证 不是一个正常的外配的那种居留签证 所以他也不可能想要见往 他也不能去工作 那这个都相对而言去影响到了这个家庭的 这个就是说他们怎么样好好的去生活的 这样的一个权利 那当然后来在非常多的 多次的财商家庭联终的这样的争取之下 目前如果你这样的家庭 其实是已经有小孩的 他们会说好 那我可能就取消这个观察期的这个限制 可是如果你还没生小孩的抱歉 你还是必须要每半年出境一次 对 那我可能会觉得说 这样的一个规定 其实很明显的是歧视这些 我认为是不破坏人的一种做法 就是正因为你认为他没有国籍 所以你对他做了一些这种差别的待遇 跟处置 那其实刚刚大家也都 我们有看Cito的宣传片 那其实除了Cito之后 我们国家自己也签署了批准的两公约 也把他国内法化了 马上也有施行法 那自己也做了这个所谓的文明宣报 就是公约的报告的审查 那审查过程里面 其实不管是两公约 或者是最近才 就今年才当审查过的Cito公约 其实这些来审查的委员 都很明确的都有提到说 我们的国籍法的这样的一个规定 让这些人一这样子被迫 而上次他们的国籍区是不合理的 也是委办公约的 所以是必须要去修法 然后必须要去 下一个谢谢 必须要去修改 然后就是应该要修法的下一个阶段 对 好 这个是刚刚提到的那个 引迷法的第16条里面的条文 就是说藏人跟太典的这些部分 那当时就是有一些 有点像是给他做一个个案的处理 可是事实上他就是定下来 一个非常明确的连线 就是过了这个连线之后 他不再去面对这个 所谓的无国籍人的这些问题 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提到 台上的家族的这样的一个夫妻 跟他们的小孩 就是被迫 当时是被迫每半年就是要离近一次 小孩就是在有没有爸爸的状态里下去 去生活 那无国籍人会面临到什么样的问题 其实刚刚梅姨也讲到很多 那其实我们都可以想像 就是说他是一个没有国家去保障 他的权利的状态底下 那他是没有办法去 比如说他要出境他可能是没办法出境的 因为可能连我们的政府都没办法遣返他 回他的母国 对那他怎么离开台湾了 所以他是不可能自由的去行动的 那他可能也是没有健保的 他更不用说还要去工作 还是什么的 那或是说像公安之家庭的话 那些小朋友 他的教育权利是什么 其实没有人知道接下来是什么 那他对于他们的家庭的影响 又是什么 当然是很严重的 那对于我们的这个国家 不会有影响 其实当我们政府不愿意去面对我们台湾 下一届 谢谢 当我们不愿意去面对我们台湾 就是有这样的无国籍人的存在 我们继续说 没有啊 他们就是外国人 可是事实上他们就是没办法被遣返回他们 那我们不提供任何的协助 那最后呢 他们其实也没有办法在我们的 台湾的社会里面提出就是 提供他们可以做的一些贡献 那他们继续只能够非法的打工 继续只能够被成一个黑铺 这个对于全球可能会有越来越多 这样的一个被迫由于失所的人 也都是一个很大的严重的影响 谢谢 那刚刚有提到说 国际上面的一些跟无国籍相关的公约 一个是这个就是有关于无国籍人士的公约 那另外一个就是 其实也有一个公约是要求各个国家 都有应用要去减少无国籍状态的这样的公约 那我们的政府其实很有趣 就是我们是不断的在制造更多的无国籍人 而不是在减少无国籍人 那这个也是 国难民署他们提出来 就是说他们认为政府应该要做的一些事情 比如说你应该要去指认出到底谁是无国籍的人 那你才有办法知道那些人之后 你才有办法去避免再制造出更多无国籍的人 你必须要去减少目前已经现有的无国籍的人 然后你不需要去保障这些目前已经存在的这些无国籍人的个案 所以这些这些事情都是国家的义务 这是国家应该要做的事情 那其实像欧盟 欧盟目前也有非常多的无国籍的人士 就是在欧洲的很多国家里面 他们其实也有组成了一个网络 那在这个网络上面呢 下一页 欧盟其实他们自己也出版了一个报告 他就去指出说 欧盟的一些国家其实有一些 所谓的good parties 就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 那所谓的比较好的做法 其实我仔细地看了一下他里面的报告内容 大概是其实跟那个难民的审定的流程是差不多的 就是说他透过一些方式他去审查说哪些人是无国籍的人 然后把他认定他是一个无国籍的状态之后 他就跟难民的那个保护的那个机制一样 就是说当我认定说我审查过 我确认说你是一个难民之后 接下来我这个国家我就确定 我必须要提供一些保护的机制 一些权力给这些人 那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报告 他们说怎么样去避免那个 就是产生更多的无国籍的小孩 那另外还有一本是这个 《联合国难民族》特别针对国会的部分 就是的一个handbook 就是说其实针对无国籍的状态 国会可以做的事情是很多的 那包括修法 那包括去检视目前既有的一些条文等等 就是他们有一本手册 那对 那我最后我只是想要讲说 就是说我们自己所批准的两个无纪人 这个传舟的公约 其实都有一些条文都很明确的在讲 就是说他强调的是说 所有的人都应该要受到公约的保障 而不限止是公民的 他才有享有这个所谓的人权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我们政府就必须要去面对 所谓的人人 他其实也包括是非公民 包括是没有国籍的人 那这些人我们要给你去保障他的权利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政府部门 必须要去面对 如果是假装说他们不存在 那就不用解决了 对 这个问题不会自己凭 就是不会自己处理 不会自己消失的 谢谢 谢谢依林 她想讲的东西很多 那我总结来说 就是说 呃 我们需要就是行政部门去检讨 以及回应一下就是国际法 和移民法免当中哪些限制导致容易造成国籍人 那像替补国籍是前面讲的 另外一个是说 呃 这个这个就是说 申请国籍的一些规划的这个条件 这么严格 然后被撤销的一些条件又这么的容易 那也就是说他即使拿到国籍 他还是有可能成为无国籍 呃 又被撤销 那这个无国籍人的状况 这个是呃 这个人权状况是呃 联合国是非常重视的 那所以就是想请行政部门 呃 就是说思考一下 在政策上可以怎样做 来减少再制造出更多的无国籍人 那移民法这个部分的话 呃 就是说像呃 一些移民 呃 就是刚刚伊林讲到的 像呃 呃 我们也 其实移民正在讨论 希望呃 呃 能够在移民法面放一个难民的酸张 那呃 能够做一些难民屁股的一些保护 那另外也就是说移民法有关停居留 这个部分 有些规定太过的严苛 然后又呃 呃 呃 给予这个外交部加注 他可以加注 譬如说不得境内停 停留改居留 等等一些很严格的限制 然后赋予面谈官一个太过大的一个 裁量权去呃 呃 譬如说只要面谈的时候 他说陈述不一 说辞不一 就 就不给过 或是 明明是婚姻移民 该给居留 他还是给停留 那导致他们后面的一些状况 那都会影响他的工作权 呃 那个家庭团聚权 以及医疗相关等等的这个健康权 那这个是我们呃 很希望就是行政部门再思考一下 那另外一个是 已经成为无国籍人和他们的基本人权 目前台湾政府觉得可以提出 就是说提供他们怎样的一个基本人权的 一个保障 那这个也是联合国非常关心的这个部分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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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